杨老师啊就是最近呢我有个consultant啊 他跟我说就是老板总是把说好的活分给同事 不是偶尔是经常啊就是有谁完不了任务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呢 他就会把活派给我这个consultant 但是他态度呢也很好 让这个人没有办法去反就是去反驳啊或者去拒绝啊 然后还告诉他这是teamwork 但是呢钱也没有多拿 完不成任务的同事呢也没有见到老板给他任何的惩罚 他很是苦恼那杨老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嗯这是这是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说实话因为你比如我是manager 当这个team哪个地方着火的时候呢自然要人上去灭火嘛 是不是那如果任务完不成 那你能你多干那就会把任务分给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这就是所谓的teamworker这个老板一点都没有说错是吧 因为在在从从这个老板的眼里头他是看的是一个他的看的是整个团队的一个交付 如果那有一方面比较弱完不成任务那我们其他的同事呢是有这个义务去帮助他完成任务的 只是我看到就刚才你谈到的这个case啊你的那个consulting他有这个有抱怨是不是就是我不停的拿到了很多工作 但是呢我的工资还是这么多而他不平衡的是他有个对比嘛如果对方他完不成任务他依然在在这个team里面在这公司过得非常好 所以他有一种不平衡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 其实我的一个建议啊遇到这种情况是你的是一个定位的问题 实际上在就像水往低处流就是说这个边打快牛啊我们边打快牛还不太贴切 就是说在职场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定位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boundary 其实你这个定位是在脑海在这个整个team在你的老板领导还形成的 你那边软弱你不你就是给你的任务你不说no是吧你不push back 那你自然随着这个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是任何哪个同事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都会都会交付给你让你来完成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下 你真的愿意做吗是吧你真的愿意就是毫无牢骚的去付出 去帮助同事完成相应的工作还是你希望给自己 bill的一个很好的boundary你就完成你分类的工作是吧 然后呢当然了对同事做到最大的支持而不要超越自己的这种范畴是吧 这种能力的范畴和精力的范畴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那怎么样say no呢有人可能说说老板态度很好啊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或者说我如果拒绝之后 我怕就是这个老板以后会对我有意见啊或者什么的看法之类的 其实这确实say no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say no 我们都是默默的这个承担承受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顾虑 就是我要说no哎呦我完不成我不接 是不是老板就对我很有意见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你即使说no你即使push back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你不是单纯的老板跟你交个任务说我做不了我做不了不是的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你要告诉他啊你现在又非常非常忙 你有你的iforts 你有你的bunders就你的你的整个的已经站满了是吧 你没有这样精力去完成它 而且你可以摆摆很多事实讲很多道理的 然后你说是不是这个可以让别人来做是吧 或者是你说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 那老板你看看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我觉得说no啊不是单纯的no这样太干脆了 那自然这个的这个影响是负面的 但是呢你可以讲条件嘛 跟老板这种讨价还价嘛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让老板一次一次的哈 来给你来附加额外的任务的时候 你都让对让对方觉得你你是吧 你要不是那么轻松轻而易举的就yes 你虽然心里老大都不痛快还是点钟拿下来 还是要跟老板讲明一个道理是吧 讲明你的这个现在的处境 然后可以跟老板做些讨价还价 就是你说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放在以后再做 是不是可以或者别的人帮着我把我现在的工作拿走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其实形成了一种慢慢的你很专业是吧 老板也没有无话可说 而且你谈论的问题是从这个你的团队 从老板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不是 然后呢其实老板这样一次一次几次之后呢 老板就会有他自己就不会有 他潜意识里面就不会轻而易举的把任务就扔给你 扔给你扔给你是不是 那么说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还有可以对自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boundary 对吧但这种情况下不是说你就是拒绝帮助同事啊 这也不对 所以说我们恰就是合适的是吧恰当的帮助同事是必要的 那另外没有完成工作的人就是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然后这个人可能他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在一个团队里面嘛 我们是有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personality 然后那个技能也不一样是吧 那他们这些人共同组成了这个团队缺一不可 说实话 有的人即使他的能力不比较比较弱 但是他也许他是一个调味技呢 是不是他能有说笑话能能给大家联合大家呢 这都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所以组成了一个团队 完成任务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是吧 你必须得完成任务 其实对于老板这个视角来说 这个团队共同来完成任务 他就OK了是吧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了 那你说怎么来对这个同事呢 所以说老板在老板的眼里头 他不会去惩罚那个同事 对吧 那个同事也许会对这个团队有额外的贡献 只是说在你做了额外的工作 你不要指望他的那个同事会受到惩罚 其实对于你来说 你可能会争取自己的权利 是吧 权益 那么说在这上面 你的这个得到更多的奖金 更大的提升 是吧 更多的收入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就是在这个团队的组成里面 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 这是从老板的这个眼里来看的 往往我们的同事呢 因为一般都是peer 他要peer的工作拿给你 其实我们的视角是peer to peer 我们需要就 有时候啊 我们需要站在整个团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问题 我觉得杨老师说的非常好 第一呢 就是我们不要 总是心里很 就是很委屈的去接下 额外的工作 然后的话表面上还是 就是一副我很愿意去做 然后你可以把所有人没有做完的事情都丢给我这种态度 这样的话老板会觉得 期间久了肯定是觉得理所应当 有策略地跟老板来 你各位设定啊 讲条件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还有一个主题 我想想补充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做IT的领域啊 因为我也做过manager 我管过好几个团队同事 其实在老板的眼里头 往往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同事啊 他要自身的这个反省一下自己 一般的话 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核心的员工 特别是做IT 是把那种攻坚的解决难题的那种员工 一般老板是不会轻易把别的同事 完不成的任务交给你的 因为你是核心嘛 所以说老板一般是杀鸡 边用载牛刀 真是要杀牛的时候才会上阵的 一般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同事啊 如果是在IT行业 往往就是一个 你说他在老板的心目中 他不是这个 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核心的这种员工 但是呢 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员工 是吧 他能去为老板分担任务 来解决一些 就是别的同事 玩不成的一般的任务 是这样一个员工 所以说我们同事要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一下自己 真正我们要在职场发展的时候 一定要成为核心 就是我就是说 要成为那只杀牛的刀 是不是 而不是要成为去到处去补动 是吧 灭火的那样一个员工 这个是 所以说我们要从自身的这个技能啊 各种技能 技术技能啊 还有这种 competence 来得到提升 是吧 来避免 避免从几个方面 避免从自己的能力方面 自己的做事的风格方面 等等等等 陷入到刚才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处境 是吧 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处境 对我觉得杨老师总结的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IT职场团的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关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